各位 七月好不好擔傘呢 當然要擔 因為下雨 七月是雨季 這些常識來 不過有些朋友也好奇地問 擔傘是否會惹鬼 這件事是看情況 有鬼 擔傘 它是躲避陽光 躲下就跟進屋 這些是華人的信仰 其實英國人都有這個信仰 就說家裏不要打開傘來浪竿 怕有些問題招來惡運 大體上想說的都是這些 怕有些東西躲進傘裏 藏身然後帶回家裏 這種信仰其實在華夏 明清時期的小說是有的 例如白蛇傳 經常帶把傘 下雨又大 好天又大 被人懷疑是怕日光 因為是妖精 清朝末年 清末文初時期 在廣東一帶那些傳說 例如大鬧廣昌龍的民間小說 亦都有這件事 亦說不幸死了之後 他沒有辦法出那間戲院 他一定要找一把傘 裝著他 避陰著他 他日後才可以行動 否則只可以晚上才行動 這些都是民間的信仰 避陰著那些亡魂的 怕日光 怕煉燈那些 一定是黑暗的 如果他是可以自由行動的 就要找些東西 避陰著他 避陰著 那樣的想法也是這樣 只是 得個知字 避忌一下 如果真是7月 要擔傘 下雨 沒有地方浪 家裏浪 也要的 難道是弄壞傘 民間的風俗 是要尊重 但有些時候都要辯通一下 不要那麼死板 那麼距離 國雄 較難充補 人生 聰視 通之 ご視聴上